感谢关注 TikTok在美国受到了川普的威胁 威胁要关闭或者强制收购 当然TikTok张一鸣已经反击了 要提起司法诉讼 关键是川普也没有立刻执行 说要封禁或者强制收购TikTok 川普的这种谈判的艺术 先开口要大的 抡起了胳膊 但是没有打下来的这种谈判方式 搅动着整个市场 尤其股市 使得微信在腾讯股票在香港受挫 当然这也是川普在消耗美国仅有的信誉 这个信誉美国还有多少呢 这个信誉美国的拍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